才剛進入春季 南台灣白天氣溫 卻常常逼近30度 不少租屋族一走進家門 就要先開冷氣電扇 加上電視電腦等各種電器用品 恐怕每期電費價格 都讓他們不敢多想 兩個月的話 價大概1900 二月價格好像是1600 好像沒有猜到 不過他們還算幸運 因為電費使用多少就付多少 但他們有些同學 遇到不同房東 每度電費要比公告電價 大多付將近三元 因為根據現行制度 台電就算已經成立 租屋電價透明專區 但冬季跟夏季電價 房東平均每度電 還是可以收到六點零三 及七點零九元 幾乎比公告電價多收三元 房客用電越多 房東就賺得越多 我想這個當然也不合理 因為如果房東有房子 隔了五間租人 每兩個月一起電費 來到兩千度 房東就可以多賺約七千元 就是那些度 你還要再乘三塊 這樣等於一個月又被多收 就可能要幾百塊 我覺得有點太多 當初我去租房子的時候也是有特別問房租電費怎麼算 對此就有明代希望在租屋定型化契約 明定房東不得收取超過每度的平均電價 也讓內政部長林佑昌承諾將在一個月內定案 8新聞杜君和綜合報導 房東超收電費的問題由於四月全面電價調漲 再急於是更讓大家驚恐 那麼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自保呢 現在要告訴你其實超收電費真的違法可以申訴 事實上目前租客有方法能自保 根據內政部的規定 房東在夏季電費期間 每度電不能收超過7.69塊錢 而非夏季的時候要更便宜6.03塊 如果說租客向消保單位申訴 房東沒有改善 一次可以罰他30萬 可是他這個專區是 你必須先去台電的會台現場 你拿你的租約 申請好台電的申請書 說著要用台電推出的住宅租屋 電費查詢專區 查到房東實際每個月繳交電費有一定難度 常年關注國人居住權益基金會 對於現在許多房東超收電費 被拿出來討論 趕緊分享現在最適合租客自保法 其實台電他在2002年之後 因為在民團的創意底下 他們在現在每一期的電費賬單 上面都會呈現當期每度的平均單價 就是台電幫你算好了 最合法最合理的收費標準 說起租房有合理電費 但其實有些尷尬 因為目前台電跟內政部其實規定不同 台電是在帳單上顯示每度電合理價 但內政部卻是允許房東收最高級距電費 兩者價格有差 細看還能發現第二詭異 依照能源管理法第二跟第六條 電能不能私人盈利 不過目前沒有罰則 所以房東用台電賬單費用 自己再加一點價可以逃脫 所以總體來看現在自保配包 就是用內政部規定看 依照級距 無論房東總用電多少 在夏季電費期間 他們對租客收費 每度電都不能超過7.69塊 在非夏季時 則是每度電不能超過6.03塊 要是租客發現被收超過 就能向消保單位申訴 房東沒有限期改善 第一次會被罰3到30萬 第二次罰5到50萬 多數房東如果假設房客 真的有做這個申訴 他也收到公文了 他大概就會馬上去改租約 專家說在台電連年虧損下 還是有很多貪婪房東 真的一直賺差價 全民未亂向買單現象 怎可不妨 八大新聞 林曲林博志 創報道